这种状态和气氛的状态 让你感觉到有什么不容易 或是有什么不容易 所以就叫我们 110 谢谢 好 主播各个观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这是南韩直播实况主 契尔妹与新普分局副侦查队长 杜晨彦的同观画面 两个人利用留意的英文对话 以外以防关注 因为契尔妹在徒步环岛的过程当中 遭到两名男子再度骚扰 吓得请求远景协助 而副侦查队长不仅英文流利 也向收看直播的网友呼吁 应该保持理性 保护直播主安全 为避免局再度面临危险 立即透过直播呼吁 网友应保持理性 并尊重直播主 在徐云静的旅途中的行为 也遵守法律 不要去做造成他人不开心的事情 原来当时契尔妹正要从新竹关系 走到竹北 没想到在新普正时 却遭到两名男子骚扰 两个人虽然没有出现在镜头当中 但网友却发现 当下契尔妹其实压力不小 不但脸部僵硬 声音听起来似乎也快哭了 而且这两个人日前就算在桃园 接连出现骚扰契尔妹 所以契尔妹这回不冷了 直接报警处理 也还和警方立即到场协助 没让意外发生 不过这突无其来的小插曲 感谢观看